为什么?明明是暗仙的。 林霄殿附近,一处云路上, 拄着九尺钉耙的天和水军副统领便庄, 眺望着远处郑驾云离开的两道身影。 甚至,他还听到了风中传来的对话声。 水深,末将这般打扮如何? 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陌生天将, 身着紫色铠甲,笑呵呵地张开手臂, 在云上略微转了个圈。 水神大人含笑点头, 言道,将军风采一叫。 哈哈,这,这得意的笑声, 便庄无限悲愤, 只感觉浑身发抖, 手脚冰凉,泪流满面, 当真想冲上去喊一句, 拍水神马屁这种事, 能不能一起? 身后传来一声招呼, 便统领,陛下宣咱们了。 来了,便庄缩了缩脖子, 将九尺钉耙向大剑那般背起, 连忙跑了过去, 与十几位天兵统领, 副统领一同, 匆匆入了灵霄宝殿。 根据通明殿此前传达的命令, 十二部天庭兵马, 很快就要开始招纳新一批天兵天将。 这次玉帝召见他们, 应该就是为此事。 李长寿先时捕捉到这一幕, 于玉帝二号化身赵德柱, 聊起了天兵扩招的细则。 如今的天庭, 在招纳天兵时, 是将天兵忽悠来, 直接分入各部, 由统兵将领自行操训。 李长寿提出来的改革举措, 并不算激进, 仅仅只是在当前的天兵制度上, 加了一道工序。 立储兵殿, 繁入天庭之天兵, 由储兵殿统一操训, 戴希德祖镇和镇之法, 再由各部天将挑选, 归于天庭十二部序列。 如此, 新天兵形成战力的周期, 就会大幅度缩减, 也能平衡各部的实力。 玉帝化身, 赵德柱传声说着, 长庚爱卿, 你此前所说的兵员问题, 无以思考良久。 如此短时间, 想要招纳足够多的天兵, 确实不能只靠下三重天的天人族。 虽如爱卿你上次所说, 五不周之地散修, 三千世界之散修, 确实并无太大差异。 只是, 若单凭功德业障, 来断定一人之品性, 尚有不足。 虽天兵数量众多, 也不入神位, 但天庭乃祥和之地, 自是要选品性上家者入恋。 李长寿笑道, 陛下何不招纳先门弟子, 入天庭效命? 此前招过, 因者寥寥, 照得住有些无奈, 天庭虽立, 无人知晓矣。 李长寿思索一阵, 又道, 若以功德保财, 这般功力驱使, 也难保证招来的天兵, 会对天庭忠心耿耿, 这般若欲艰难战士, 怕会各自逃散。 爱卿, 对此刻有妙法。 有三法, 分别为快, 中, 慢三策。 李长寿在秀中, 拿出了一份卷轴, 递给了赵德铸。 后者满脸郑重, 将这画轴缓缓打开。 天兵入列集体力士, 超级天兵计划, 三千世界天兵训练基地。 爱卿, 妙啊! 李长寿传声道, 小神也是捉摸了许久, 陛下您路上可看一遍, 若是哪里不满意, 或是小神思虑不周之处, 陛下您指出来, 小神立刻修改。 真, 商量着来奏表, 赵德铸连连称善, 没觉得这般有什么不妥, 抱着画轴细细品读, 但很快就将画轴收了起来。 没办法, 水神符已经到了。 某位等待多时的公主殿下, 跳到了云上, 对着李长寿欠身行礼, 眨着眼, 有些没底气地问着, 水神, 这次可去吗? 可, 李长寿笑道, 这位赵将军, 与我一同去, 地府出一次公差, 后续还可能去北剧卢州一趟, 你可要一同去。 嗯嗯, 龙极双眼一阵放光, 各种点头, 李长寿叮嘱道, 殿下稍后还需要隐藏身份, 你就暂且称我一声师兄, 莫要对旁人言说自身跟脚。 这位赵将军, 乃陛下心腹大将, 也莫失了李硕。 龙极见过赵将军, 嗯, 照得住淡定地点点头, 想说点什么, 又觉略微有些尴尬, 只能看了眼在旁迷眼笑的李长寿, 叹道, 水深, 咱们这就起程吧。 善。 李长寿甩了甩浮尘, 带着某对妇女, 朝着冬天门而去。 此时地府还未归天庭编制, 尚无直接去地府的路径, 只能从东海之外, 绕路赶去幽冥界。 可能是多了一个生人的缘故, 龙极比此前安静了许多, 裙摆飘飘, 长发轻舞, 田径的少女散发着一种文秀的气质。 李长寿对赵德柱传声笑道, 公主殿下秀爱会中, 冰雪聪明, 此时虽年幼, 今后也必能为陛下分忧解难。 只是陛下, 为何一直未对龙极封赏? 赵德柱摇头轻笑, 传声回道, 待天庭兴起之后再说吧, 如今天庭尚且不稳, 他修为上帝, 不必急于一时。 道士, 爱卿啊, 你当真没有收徒之意。 李长寿叹了口气, 言道, 陛下, 实不相瞒, 小神修行, 至今不过数百岁, 龙极殿下, 炼气事何必论岁。 赵德柱摇头笑道, 你都说了, 吉儿冰雪聪明, 且吉儿对长登你满是仰慕, 据他母亲所说, 现在每日都是水神水神, 便是睡着了, 也是梦你不断, 吴虽身为天地, 也不能逼着你, 这是还是要你自己来决断。 其实吴倒是觉得, 拜师如果不成, 赐婚也是不错的, 女大三千也未尝不可嘛。 赐? 李长寿顿时一口老曹, 不知何处去土。 封建家长, 擅自决定女儿的情感归属, 这种行为在他上辈子, 是要被拳击手笨竹乱打的。 他看了眼赵德柱, 扭头看向了一旁的龙极, 笑道, 龙极, 你可还愿称我一生老师。 正在旁边暗戳戳脑补水神 与赵德柱大戏的龙极, 文言顿时愣了下, 小脸泛红, 身子前倾, 脚尖都点了起来。 愿意, 龙极一百个愿意, 我也无法指点你修行, 只是传授你谋略之道, 算计之法, 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一支玉符, 笑道, 这是熬已整理的一份兵法, 便算你入门的礼物。 龙极喜出望外, 抱着玉符爱不释手, 最后又对李长寿连做了个三个道一, 起身后, 口中小声喊, 老师, 嗯, 先看这份兵法吧, 不懂就问。 李长寿温声道了句, 就扭头看向了一旁的赵德柱, 赵德柱略微摇头, 目中流露出几分失望, 失望, 这陛下是多着急, 想把龙极嫁出去, 是不是跟熊灵力被打晕的理由一毛一样, 这还是个孩子啊, 青春期最少还有个几千年的孩子啊, 当然, 心底吐槽归吐槽, 李长寿还要继续与赵德柱传声笑谈, 作为一名普通权臣, 也要讲点职业素养, 欺上蛮, 可, 用一定的话术, 让天地顺心舒心, 自己后续自不会缺了功德, 他们刚出冬天门, 就遇到了敖尹, 带着大批龙族兵将赶来天庭献贡, 东海龙宫的效率也是颇为惊人, 敖尹见李长寿后, 原本暗淡的眼神顿时来了亮光, 开口喊一声教主哥哥, 嗓音略有些沙哑, 李长寿迎了上去, 拿了一枚养神的丹药给敖尹, 不提龙族的灾祸, 只是问道, 心情可恢复些了, 敖尹勉强笑了笑, 点头答应一声, 又后退半步, 对着李长寿做了个道医, 并未再说什么感谢的话语, 李长寿道, 将上贡之事交给旁人, 你随我去外面走一趟吧, 也散散心, 哥哥, 敖尹并未立刻答应, 反而低声道, 族人大多尚未安稳, 我想, 现在多陪陪他们, 四海还有灵星战士, 耽误你半日功夫罢了, 李长寿温声劝着, 你若自己, 都振作不起, 如何能安慰别人, 一旁龙旗开口道, 道友, 莫逞强了, 你也虚然开解呢, 敖尹轻轻叹了口气, 对龙旗做了个道医, 称呼一居殿下, 答应了一同外出散心, 让龙族送贡品的兵将, 自行入冬天门, 李长寿又道, 临去前, 你且对着灵霄殿叩首拜谢, 莫要多问, 是, 敖尹不问其他, 聊起战群下摆, 对着灵霄宝殿的方位, 磕头三拜, 一旁照得住寒笑点头, 又低头看了眼此时的化身, 眼底也是有点小郁闷, 算了, 当个被生灵敬仰的天地, 也挺不错, 三个时辰后, 幽冥界, 封都城东侧雄关, 这一线天侧旁的悬崖顶端, 两个九宝肉族的壮汉, 抱着各自的头套, 以着大石阳躺在那, 哼一声回味无穷, 扎扎嘴口齿流香, 努力嗅一嗅, 竟是些满足的味道, 妈, 咱们啥时候再去找水神, 跟着水神到处逛荡, 比在这里闷着, 简直不要太舒服啊, 摸, 没带头套, 加什么叫唤声, 龙族这次被西方搞得好惨, 西方不愧是两位圣人老爷的大教, 下手之黑, 比那些妖祖宗都有过至而无不及啊, 牛头吃得一笑, 还不是被水神给破了, 海眼被撞开又砸地, 不也是被堵住了吗, 话说回来, 水神好强, 污泉都能堵, 马面拍拍自己肚皮, 嘀咕道, 应该只是稳定住了, 还是会有隐患吧, 革, 正此时, 一缕传声入耳, 两位道友, 牛头马面眼一瞪, 立刻跳起来, 手忙脚乱戴上头套, 水神, 是我, 一别几日, 两位可安好, 牛头马面用力点头, 两人朝着东边张望, 很快就, 想起了他们原神不是很强, 探查范围有限, 此时牛头马面只能看到, 头顶上方有大批魂魄, 真灵自远方飘来, 山崖下有几个练骑士架云而行, 使来阴丝半世的生灵, 李长寿的传声再次飘来, 带着几分笑意, 两位, 我此刻还在万里之外, 正带着一位天庭大将赶过来, 这位将军来历非同小可, 来地府也是为了查看地府状况如何, 他在玉帝陛下那说一句话, 比我说十句都管用, 地府若有意入天庭管辖, 得天地护佑, 这次还需好好表现, 小心应对, 牛头马面, 文言精神一阵, 哥俩对视一眼, 眼底满是喜色, 牛头喊道, 快, 马你去通知大巫寄一声, 把城里氛围搞起来, 梦, 辉二, 马面扭头急窜, 一步跳出数百丈之远, 在山崖上方发足急奔, 还不忘拿出十书, 梳理着自己柔顺的踪发, 牛头搓搓大手, 跳到下方关卡, 扯着嗓子吆喝几声, 让此地镇守的数百屋忙碌了起来, 也将那几名正要过关的练气使, 吓得不轻, 带李长寿驾云, 带着赵德柱, 龙脊, 敖蚁, 飞到千里之外, 被牛头发现了踪迹, 牛头扭头呼吓, 鼓来, 几名巫族壮汉, 扛着一口破旧的大鼓向前, 牛头拿起鼓锤, 雷了一段巫族战鼓, 轰隆隆, 风都城各处响起鼓声, 小半的幽冥界都被震动, 李长寿远远瞧见, 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赵德柱传声笑道, 长庚, 看来你已在地府做了不少布置, 陛下误会了, 小神什么都没做, 李长寿传声回道, 是地府听闻龙族归顺天庭, 有之天地仁义, 想主动入猎把了, 赵德柱顿时笑眯了眼, 却是误会得更深了些, 两人身后, 龙脊瞧了眼鸥, 小声嘀咕, 老是一路上都在传声呢, 熬一点点头, 并未回话, 清秀的面容上露出几分思索, 驾云飞到那一线天之前, 李长寿刚落下云头, 就听数十名巫族, 一阵乌拉乌拉的乱叫, 巫门脱下英丝英差的布甲, 裹上瘦皮, 收敛浑身血气, 伴着古典翩然起舞, 献上了一段力量感十足的群舞, 带着些巫族跳完退开, 赵德柱扶掌汉手, 颇为重义, 梦, 让路, 亮笔墨, 牛头招呼一声, 把手关卡的重地府, 阴差齐齐转身, 在两侧举起了十只大石, 上面用不知哪来的血, 写着十个大字, 地府欢迎你, 轮回没问题, 扑, 龙脊忍不住眼口笑出声来, 敖仪也露出淡淡微笑, 赵德柱也露出和煦的微笑, 与李长寿一同向前, 坐上了地府准备好的, 牛车, 这次, 牛头亲自在前面牵牛, 还没踏出这一线天之地, 就为两人热烈介绍起了 幽冥界的旅游圣地, 李长寿笑着问, 怎么不见马面道友, 他去前面准备了, 梦, 牛头随口回了句, 恰好牵着牛车走出一线天, 离开了大阵风静, 前方互有一阵阴风吹来, 各处响起阴侧侧的娇笑声, 又听远处奏起了悠扬的哀乐, 伴着这凄凉的乐声, 漫天遍野, 飞来一道道歉影, 他来了, 他来了, 他们带着僵硬的微笑, 森森的阴气, 齐齐飞来了, 他们提着花篮, 撒下一片片比安花的花瓣, 他们哼着歌谣, 像是凡俗流传的勾魂曲调, 水神, 怎么样, 牛头得意的一笑, 这可是我们地府最高接待规格, 这些不够, 还能再找, 多的是, 这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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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